云类简史中曾列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在原始狩猎采集时代 云类住在草原上和森林里 高热量的甜食非常罕见 为数不多来源之一就是熟透的水果 所以当人们碰到一棵长满甜品无花果的树 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立刻吃到吃不下为止 糖分以极快速度被人体消化 转化为能量 在人脑中刺激产生了多巴胺 至今这种浅层记忆 依旧令人类对甜味毫无缘由的沉溺 糖也被冠以成瘾性消费品的名头 与烟酒一起 循环于商业融窟之外 吸引着前破后继的人为它买单 在英国1700年的人均糖收入量是1.8千克 1800年增加到8千克 而1900年则到了41千克 21世纪 美国人更是平均每天都会吃下160多块糖 涉甜量灌绝全球 人们无节制的榨取甜蜜食 残富与最恶的潘多拉摩河也被打开了 甘蔗侵占了亚马逊的热带雨林 糖浆和蔗糖编制的海上航线 将全球贸易都贯通在了一起 大西洋上的贩毒船 雅满家的种植园 英国海军和加勒比海盗的战争 人类史上最野蛮卑劣的罪行 大多都与糖有关 糖农带雪不仅只是辟语 糖扩张的每一个族印 留下的都是斑斑血迹 而甘蔗元也被认为是 世界上最早的资本主义诞生之地 作为国际政治的推手 他一度主宰了世界格局的变迁 大家好 我是徐春乐 欢迎来到创伯伯斯 这里是财富之路线第六期上集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堂 聊聊在舌尖上的暴虐 在西班牙 晚伦西亚的蜘蛛洞穴中 人们曾发现了 一幅约一万年前的壁画 它描绘了一场 人类与野风之间的甜蜜交锋 画中一个男人 从一根长条铜脉上吹下来 一只手提着篮子 另一只手 伸进挂在岩壁的蜂巢中 周围包围着成群的蜜蜂 在毫无防护错失的原始时代 这个场景无疑是休闲的 但人类对于甜味的渴求 早已超过最危险的羁绊 而甘蔗的出现 则帮人类有了更安全的 获取糖原的途径 起初甘蔗只是猪的食物 而人类无意间咀嚼了甘蔗 才发现了藏在坚硬的外皮 和粗糙的木质纤维中的甜蜜之夜 野生甘蔗最早大多分布于 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 故元前八千年 新基内亚的巴布亚人 首先开始种植甘蔗 大约故元前三五零零年 南岛和巴利尼西亚的水手 将种植技术 传播到了东太平洋和印度洋一带 当时印度传统中奥之一的奇纳教 有一条规矩是不准杀生 包括任何微小的生物 在蜜蜂中很可能存在蜜蜂胚摊 所以教徒们不能使用蜂蜜 赵糖刚好填补了这一空圈 在宗教内部 教徒们赋予了赵糖崇高的地位 认为糖可以保持身体四周力量之间的平衡 印度医师则普言认为 糖有特殊的治疗能力 不仅能有助于消化 还拥有强化精子的伟大效力 在固然前二世纪的一本印度医书上 豪然记载着 在吃过赵糖的人体内 连毒药都产生不了作用 它的四肢像石头一样结实坚硬 它变得刀枪不误 基于对赵糖的崇尚之情 印度人渐渐不满足于水席甘蔗汁液 随后他们通过煮沸甘蔗汁 进行蒸馏 提醇和甘燥等程序 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日入 质糖工艺的国家 过年前510年 波斯皇帝大流士攻下了古印度 称发现了甘蔗这种来自印度的卢尾 随着印度质糖的独门手艺引入波斯 历史的齿轮也提速转动 质糖进入了与世界同频延长的时代 在632年到732年这一个世界的时间里 积极无名的阿拉伯人 开启了统治征途 阿拉伯人从拜占庭帝国手中 夺取了整个中东和大半个小阿西亚 同时征服了萨山波斯帝国 质糖技术也因此被顺势收入囊中 公元636年 东罗瓦帝国的希拉克勒皇帝 战败于阿拉伯人 公元711年 阿拉伯人入侵西班牙 最终新帝国的统治范围 一直延伸覆盖了整个北非地区 并在13世纪 席卷了地中海原岸国家 他们一方面 拔持了东西方贸易的要盗 积累了大量残腐 另一方面又占据了一些 甘蔗种植的理想地带 配合阿拉伯帝国强大的灌溉技术 所到之处 北非地中海呈现燎原之势 当时地中海地区 尤其是威尼斯 这是欧洲主要的货物集散地 赫赫有名的商行 如科纳奥和马蒂尼 首先发现了集中制造 和销售堂中的巨大利润 因此他们分包揽了 从耕种到加工的整条制糖产业链 比如科纳奥家族 在塞浦路斯的大庄园生产粗糖 然后在威尼斯的自家工厂 制成精糖出售 一时间地中海 成了世界版图中最甜蜜的港湾 不仅糖果商店随处可见 1574年7月 法国国王亨利四世 还在威尼斯的总督工 享受了一顿美味的晚餐 其中桌布 餐巾 餐具 盘子 甚至头顶的置信照灯 几乎所有东西都是用糖制成的 这种甜蜜 伴随着世界革绝演变 开始向外溢散 从1096年到1291年这200年间 欧洲各国的基督徒们 对穆斯林事件 先后进行了九次元争 虽然十字军 拯救耶路撒冷的目标没有实现 但欧洲基督徒们 也并非毫无收获 在十字军第一次东征时 他们就了解到了制糖的过程 此后 每次士兵返回家园的时候 都会兴奋地 谈论浙糖那来的神奇味道 其中看到商机的士兵 还会随着携带浙糖 与乡人分享这份天外来物 赚取外快 浙糖的味道 由此开始自行向东 在整个欧洲蔓延 不过那时 他们除了把糖当作香料及防腐剂 有时会用于保存水果外 浙糖最通用的身份 还是可以医治眼科病 胸科病 淋巴病和体液病 等疾病的神奇药剂 比如在13世纪末的某一年 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的王室家庭 用掉了将近一吨 带有玫瑰花瓣风味的糖 其中 近一大半都是以药方的方式 被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 而用于食物的 仅有307千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浙糖能够提供大量卡路里 的确可以让病人快速恢复元气 除此之外 传说中 浙糖除了治疗各种疾病外 还可以挑动情欲 让男人重振雄风 在中世纪 各种春药方子里 几乎都能看到浙糖 通常这类药都叫糖济 传闻渲染下 浙糖被奉为灵丹妙药 但要知道 甘蔗的生长条件比较特殊 中高纬度的欧洲地区 太过寒冷 阳光不够 显然不是浙糖的最佳产地 因此 欧洲只有少量种植和产出 大部分地区仍需要依赖进口 可是 受低于面积及生产效率的制约 印度等一些符合 公众条件的种植地 其实产量并不高 浙糖的价格 因此高得令人折舍 14世纪时 糖在英国的价格 是每磅两个先例 按照同等价值 折合到现在 大概意味着消费者 需要花费100美元 才能买到一磅糖 通常只有皇家与贵族 才有足够的财力与资格享用 在欧洲人的故事中 吃得起糖的是富人 越甜越富 浙糖和残费与地位 画成了等候 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 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中评价道 挥霍无度和追求奢侈的风起 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赵糖的消费 就是一个极具细极性的案例 欧洲社会对赵糖的追求 一度分拨 上流社会为了彰显地位 提出了新的社交创意 就是将糖加到茶 或者咖啡里调味 再配上点心 为了佐证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 贵妇们 茶杯里的糖越加越多 后来到了17世纪 西班牙一个外交使团表示 招待英国 好奇 粗鲁而美丽的女士们的最好佳品 就是各种糖果 蜜饯和甜肉 因为只要放了糖 他们都会为之疯狂 一位叫保罗 亨茨纳的德国使节 曾入宫纪念过伊丽莎白衣室 在报告中 他写道 女王确实是相当威严 但是他刚一张开那细薄的双唇 一盘发黑的牙齿 瞬间把他满身的烛光宝气 拉下了一个层次 这位使节还特意补充说 这似乎是英国人常见的缺陷 因为他们用糖太多 富裕商人为了炫富 贵族阶级为了拔谱 人人迫切需要通过消费奢侈品 满足虚荣心 来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 为了更多的 榨取这种残富的标本物 寻找新的根植种植地 成为了欧洲贵族的 征战梦想之一 西班牙首先开拓了 非洲沿岸的马德拉群的 随后法兰德斯 英国 犹太尔和热能亚的商人 以此为借鉴 控制欧于非洲海岸的 加纳利群的 亚索尔群的 和圣多美的糖出口贸易 但这些都仍未令欧洲人感到满足 1493年9月25日 发现了美洲的哥伦布 在西班牙文国资助下 率领17艘舰船 从加蒂斯港起航 第二次强文美洲 从马德拉群岛的商业经验中 他意识到 拥有温热气候和肥沃土壤的 加勒比海岸 正是他们苦苦追寻的 新的甘植种植地 因此 这支富有殖民使命的舰队 船舱里装着甘蔗种苗 并携带了20名耕种专家 1503年 世界上第一座甘蔗糖厂 在海地岛建成 随后 制堂专家又被请到波多里哥 古巴和雅买加等地 几乎同一时期 1500年 葡萄牙人登陆巴西 随后 巴西沿海的土地 被划分为了15个辖区 纷纷给葡萄牙贵族 他们也将甘蔗的种子 播撒在了那里 大概是今天 博南布格州的类西非一带 1516年 葡萄牙国王 马尔诺安伊士 授予的特许状中 专门规定 送往巴西的人选中 一定要包含 有担任制堂厂主管经验 和才能的人员 美洲大陆 这块风水宝地 没有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 探险家失望 尤其是巴西 气候温和 云量充沛 光照量大 土地肥沃 甚至是世界上 唯一的一年 有两次甘蔗收获期 和加工期的关押 在那里 甘蔗苗 涨是血人 而羊们作为 货物集散界的威尼斯 开始落落 地中海糖贸易 开始衰退 欧洲贸易 开始向大西洋转移 这是一场 长达300年的 世界商业秩序重构 此后的一个多世纪 欧洲几乎所有糖 都产自巴西 与加勒比海岸 西班牙和葡萄牙 首先成为了欧洲大陆 当中无愧的糖尿供运者 仅1584年 前来内西非 购买甘蔗和赵糖的 欧洲船只 超过100艘 当时葡萄牙人 虽然丧失了 香料垄断地位 但这堂贸易 依旧可以为葡萄牙政府 提供近四成的收入 而巴西 也因此在16世纪中叶 到17世纪末 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中 始终稳坐 世界最大产糖国的交易 17世纪初 巴西的产糖量 高达每年2万吨 占据了欧洲这堂市场的80% 迅速积累的财富 引得荷兰 法国 英国等河海强国 欧洲人的风风所致 一座一座热带岛屿 被砍掉森林 开肯成辽阔的干拽园人 对于殖民地当局人员 单一的经济作物规模效益会更大 因此 政府会强迫当地的庄家汉 在他自己的土地上 种植政府想要的作物 并且他种出来的作物 只准卖给政府 要是卖给别人 就得受罚 该付的价钱 则由政府来决定 在这些木瓜所及的甜蜜岛屿 除了干拽外 几乎不会再有其他任何植物 甚至种植栏主可以借此控制当地土土 防止它们造反 到1700年 美洲新大陆 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蔗糖工厂 诱发大航海最初幻想的是黄金埋银 可在商场登陆之处 他们似乎火而明白 甘蔗才是真正的美洲黄金 蔗糖提炼不是什么难事 但种植甘蔗却异常艰苦 甘蔗是一种典型的亚热带作物 成熟周期大概在一年半 在这期间需要大量的灌溉 并且甘蔗一旦成熟 就必须马上砍伐 砍伐下来的甘蔗又必须马上加工 否则糖分就会因腐烂而流失 因此从甘蔗的收割 榨汁到提炼蔗糖都必须争分夺秒 甚至需要就地就近完成整个加工流程 一般来说 从每年的年初到5月末 甘蔗的砍伐 蒸主和熬炼都是同时进行的 这意味着甘蔗种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葡萄牙人刚登陆巴西的时候 大地主们会诱骗或追捕土著印第安人 作为劳动力种植甘蔗 但印第安人本身不善公众 在这样大量印第安人 在高强度的劳动以及未来的生存条件下 死亡率极高 甘蔗种植人很快就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缺口 从非洲发运过去的黑奴 则是最佳的劳动力替代品 1516年 首批甘蔗从新大陆漂洋过海地运回了欧洲 不久之后 第一批非洲奴隶被葡萄牙人运送到了萨尔瓦多 他们从事的最重要的工作 是在种植人里种植甘蔗和生产蔗糖 据统计在1500至1880年间 遇到1000万非洲人被贩孕到美洲 在被卖到美洲的非洲黑奴中 有6成到7成的黑奴都被送进了种植园 并且每次航行 奴隶死亡率高达25% 招和人数便是大概有100万至200万人 被无情地抛进大西洋里 有人评价说 没有浙糖就没有黑奴 整个加勒比海地区的岛屿上 即使原来人类稀少的荒岛 一旦开辟甘蔗种植园 就有成千上万的非洲黑奴被带到死 历史学家将这种社会结构 经济方式变革 称为赵糖革命 但所有的甘蔗种植园 实则都是奴隶监狱 大部分黑奴的主要工作是 将甘蔗砍下来 送到蒸种间 灶台24小时燃烧甘蔗渣 一个灶同时烧一排骨 然后奴隶们需要站在热气腾腾的蒸锅边 用沉重的长柄勺子 部分种叶的一遍又一遍地撇去甘蔗渣 直到蒸主的液体变得清澈 工头就拿着皮鞭 站在奴隶们的后面 不停地大声呵斥 并且每位加勒比海种植园主 都知道的常识是 在糖厂榨制机的旁边 要随时放一把足够锋利的斧头 这是因为长时间的劳累 将让蒸主间里闷热无比 黑人奴隶随时都可能 因为体力透支晕倒 手臂就会被卷进末盘 这时如果不及时将他们的手臂砍断 他们整个人都会被卷进去 并且欧洲的蚊子还瘧疾 也在加勒比海群岛蔓延 岛上的流浪汉 刑满释放人员和酒鬼混作一团 不时爆发瘟疫 每天几百具尸体被丢入沼泽 如同人间炼狱 而作为一种生产性组织的形式 在人们的想象中 种植园经济属于农业 因为它生产的是拥有消费的食物 而不是纺织品工具 或者其他机器制造的非食物类制品 但实际上 甘蔗种植园一开始便是一种工业化企业 所以这些使这堂产业 更像是工业而非农业 这种观点在17世纪的前工业化的阶段 被视为异端嫌熟 但史学家考究后得出的共识是 加勒比的制装车间 是现代工厂原型 甘蔗人也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资本主义 原始的劳动力和现代资本 现代工厂生产线的管理模式 先进的提炼技术和安贵的设备 构成了这些血汗工厂 其工业化特征 提前在生产与消费分离 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 奴隶们没有自己的土地 也没有任何生产资料 不是为了自己的需求生产 也不是自己选择种植什么 如何种植 他们唯一依靠的 只有充满劳动力糊口 从商店里购买其他奴隶 生产的是文用品和食物 这些奴隶工人的处境 也远比马克思笔下的 欧洲无产阶级处境更加悲惨 毕竟他们本身就是买卖和交易的对象 围绕着这种特殊的商品 代后是一个看着完美的 国际经济大循环 一般来说 欧洲奴隶贩子运奴船 装着狼木酒 布料 烟草和枪支等商品 从欧洲港口出发 把工业品运到非洲 这一过程叫做出城 随后奴隶贩子将非洲黑人交换到手 然后恒都大西洋到达美洲 将他们卖给北美的种植养者 这一过程叫做中城 最后再把美洲的土特产 主要是干长 当然还包括一些烟草 咖啡等 运回欧洲完成归城 随后他们会在欧洲高下卖了白糖 买枪支等商品 再卖到非洲 并换取奴隶 循环往复 这段时期 在经济史上 被称为商业革命 或重商主义时期 美洲的奴隶种植人 为18世纪晚期的工业革命 埋下了资本主义的基因